诶 师傅 这不是炒鸡蛋干嘛 搁这么多水吗 得用油啊 对 水炒鸡蛋 那么水炒鸡蛋是一种家庭的做法 这种做法也比较特殊 比较个别 而且呢 特别呢 好吃 有别具风味 那么家里啊 吃鸡蛋就是煮鸡蛋 炒鸡蛋 那么我教你最省事的办法 炒鸡蛋特容易窝油啊 那么现在你看 水炒鸡蛋特别清淡 而且特别可口 好 你看鸡蛋 我还真没吃过呢 洗好的鸡蛋 摆一下 现在这个菜呢 在很多家里也是这样做 但是做的它也不是特别规矩 有的啊 这个时候就把盐搁进去了 那么搁进去以后呢 它的蛋液已经就稀了 那么有的味精盐搁在里边 这一煮就成了 可是我教你这个办法 你看 好 水开了 把鸡蛋 你看 这样一泼 一片 再一泼 一片 好看 对 跟云菜似的 对 跟做鸡蛋一样 现在开锅以后 马上就把它捞出来 你看 要不然它就开始老了 要吃嫩的 对 那么这个水炒鸡蛋呢 也可以叫做流木鱼菜 流木鱼菜 因为我们这里面呢 挂住个勾带汁 加点葱花 葱花 香末 油一定别热了 加点水 加点汤 喝进去 再来点 好 搁点盐 搁点味精 稍微搁一点料酒 不要多了 也是去的腥味 因为白鸡蛋了 搁料酒多了以后啊 就变色了 不漂亮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你看 水开了以后 我们用水淀粉 搁个窃 搁个窃 慢慢的 慢慢的 这个淋进去 好 轻轻的这么一吹 这个时候你看 切了个火腿沫 啊 火腿沫 倒进去 把我们的煮好的鸡蛋 水煮好的鸡蛋 嗯 这里面有点水 不要倒进来 飞进来 把水蒸一下 嗯 来 最后把 开点香菜挂上 漂亮 好了 这就可以出炒了 出锅了 好 好 水炒鸡蛋原来是这么炒出来的呀 对 有黄的 有红的 还有绿的 吃起来嫩嫩的 对 那么比干煮鸡蛋要强的多了 哦 您学会了吗 好 对吧 好 这是别人的